各位会员或建筑界朋友 加入我们今晚的Webinar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足国Architecture Touching Hong Kong 我们今次邀请到我们的讲者 就是Simon 许旭先生 多谢你今天的宝贵时间 大家好 各位会员大家好 我叫Simon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自己在英国读书 所以除了是香港建筑师学会员 也有RIBA 我自己除了是一位专业作家之外 其实也是为台拳道的教练和裁判 今天我的分享 就是讲一下最先那几分钟 讲一下我的写作经历 以及在我过往十年的写作里面 去过不同的地方 看了些什么 我自己很幸运 其实在十年前 开展到我自己建筑写作的 这个叫做兴趣也好 副业也好 我自己就写过香港 东京 伦敦 北京和纽约 今年也刚刚再出新书 之前也都是 幸运可以帮到学会 去写到六十周年 的一个高本书 叫北深建筑 我自己整个写作生涯 是怎样开始呢 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 那时我在伦敦工作 这是我以前的家 在伦敦 当年由于因为雷曼爆煲 整个欧洲的经济都很差 我自己的工作 都走了个下波 公司的生意都差了很多 我自己多了很多空闲的时间 每天都很准时回到家 其实人都很迷茫 不可以方向 我太太跟她说 既然有这么多私人的时间 尤其是在伦敦 我们不是很多朋友 她说 不如这样吧 你试试写博 我自己由Yahoo博 开始 现在已经停止了 最初写的时候 也没有想过 会和大家见面 会发展到下一步 只是在网络上的分享 由此开始 就是一张很小的书 开始写 谁知道 是有机会 可以成为Yahoo的推荐博 开始多人看了 然后可以有机会 有个编辑 在2008年出了第一本书 将我的网络 建设成自己的一本书 然后回到香港 参加书展 之后 很幸运地 有一间英国唐人街的报纸 叫做英中时报 找我去投稿 将我的网络 或者相关的文章 转发到她那里 由此开始 开始建设了 由于是通过网络 我将Yahoo博的网页 转到新浪网 或者其他台湾的无名小站 然后在不同的城市 都会有相关的一些报纸 找我简单去投稿 我自己不知为何 很胆 在我自己写下一个网络的时候 有时不久会回到香港 回到香港的时候 不是就这样 就会自己有胆 搞个网络 通过Yahoo或Facebook 就会联络一些网友 然后搞一些叫做电车游 尤其是有商场游 或者是有一些叫做维港游 真的会订阅电车 或者是订阅天星小轮 就会介绍沿途两岸的建筑 这些商场游 就会订阅电车游 其实写作的生涯里面 最大的得着就是 除了突然认识到多一批朋友之外 就令自己多看了很多书 因为在我书架上 其实我自己买了很多书 但一直都没有很认真去对待 尤其是我们香港人读书 其实都很现实地读书 即是说突然间 我这次做功课 要看看有什么inspiration 抄抄什么招 或者写Dissertation 有什么case study 立即找类同相关的case 就立即照抄 可能整本书 只看了那几页而已 大部分的书 我都放在这里 但其实里面 有很多很珍贵的知识 而我自己是没有珍惜去找过 但是就趁着这个blog的机会 或者写作的机会 让我自己很重新地去看这些书 然后呢 就真的是一个生命的转捩点 在2010年的时候 其实我有继续回来香港 其实在未继续回来香港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一向都有个心愿 是去到再去出书 然后就很幸运地能够和一些大地出版社 大地出版社区三联 就合作做这本的触角了 第一本就是专写香港的建筑 其实为什么我会在香港的建筑 很简单呢 因为我最熟悉的地方 就是这样 一颗很赤字的心 谁知道出完那本书之后 又很幸运那年真的行大运 亦都可以是被邀请去参加 就是看贸法局的一个分享会 接着分享会之后 可以参加当日的名作家的交流晚宴 我最初其实没有想过 连我的编辑都没有想过 第一本那本触角那本书是会受欢迎 谁知道竟然是可以是 曾经最高上过是成品的第一名 也都上过是三年的第一名 真是想不到 而这本书呢 其实到现在还可以卖 相隔十年了 可以说是 不可以出去的 应该是暂时在香港 短时间之后 已经是最受欢迎的建筑书 卖了超过五千本 已经是出到第五冊 第五版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然后由于是香港那本成功之后 也是被邀请 再出到其他城市 就可以写东京了 然后一直发展下去 就写伦敦、纽约 北京、纽约 其实我自己原本今年的计划 是想写新加坡的 但因为疫情 其实是不能过去做资料搜集 所以就是转一转的方向 变成今年再次写香港 托乃 其实就是触角这个项目 一直可以做下去 亦都可以成为 一直都可以参加书展 其实也有机会 后面这边 右手可以去到深圳 在本来书店做不同的分享会 其实整个旅程是很过人的 这是今年的活动 今年这本新书 其实托乃都做到 去到第五名最高 这是一个这样的特别的经历 但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 不是说我能不能出名 或者是赚不赚到钱 但是这个过程是学到很多的东西 学到的之外 其实原来发觉 大家会越来越乐意找你去帮忙 因为就是 譬如前几年 帮香港建筑中心 帮他去日本团 因为我出了东京那本书 然后另外 可能是帮学会 这样做过不同的建筑道想团 或者这一次是帮香港建筑师学会 一次是帮Low Society 下面也是帮Low Society 或者可能是帮建筑中心帆 实际香港 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发挥 另外左手边这张 其实是帮Discovery Channel 很多很多不同的机会 其实是你会去到 能够再发挥你自己的学识 而最开心的那一次就是18年 就是能够代表学会 参加ACA Tokyo 那时候我就是代表建筑师学会的 青年事务组 去分享香港的建筑 当晚有23个国家的代表 也都可以看到两位大师 Toyido和Sajima 是一个很好的很开心的经历 另外刚才说过 就是说 在前几年就是60周年的时候 可以帮学会籌备 有几篇文章是我写的 就关于北生的建筑 那其实出书有什么特别 其实出书就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但是我可以说 关于香港本地的建筑史 或者建筑的事情 其实就不帮人去写 而北生建筑这本书 就刚刚是将那几十位 一些资深的建筑师 其实有很多都已经上了天堂了 将他们的事迹去记录 其实这件事慢慢存下来 就变成了香港建筑史的一部分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读建筑 大家都会读建筑史 但是读香港本地的建筑史 或者会研究的人 是相当之少 而这件事 我们的确可以为 我们香港建筑界是一个小的付出 我简单的经历和故事 就简单和大家分享了 我就很想和大家今天分享 就是在我这十年写作的旅程中 所见到一些特别的建筑 其实是相当相当之回美 而且今天想说的 全部都是一些冷门的建筑 是小人去说的 第一个就是在东京的Garden House 看这座的建筑物 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建筑物 就由Sajima去建筑物 其实这座楼是由两位女士去自己居住 其实应该是她投资去兴建 一座很小的楼 其实她有趣的是 她愿意提供了她自己的露台 两个不同的上面和下面 两个不同的空间 让她借助花园保护她的私人 因为这两位女士都是在出版社工作的 所以她们留在家里 去改稿和看书的时间相当多 所以她们是很着急 是一个舒适的空间 一个柔和的空间 但是其实这个地方 地盘很小 但下一张照片 其实它完全是一个插针楼 在两座大楼之间一个很小的楼 其实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市民 或者普通人 你是不会特别留意 就算你是建筑界也好 你不是特别去朝圣 你根本上是不会看到这个建筑物 你去到现场 如果在街上看 其实是这样的 根本是你完全看不到 你以为就是两座楼旁边 有几棵树 根本上是一个垃圾房 但是为何那么值得去看 因为你如果作为一个建筑师 在一个这么窄 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 你可以如何创造一个有高私引导 但是同时也有多阳光的生活空间 这是一个挺有趣的案例 去完之后就觉得很过瘾 另一个就是TOKYO International Forum 我相信大家很多都会去过 因为这个在银座 应该是叫Yurukjo的有乐丁站 其实我去这座建筑物之前 其实的原因就是 完全100%是朝圣的 因为在我自己读建筑初期的时候 看了一部电影叫《东京功略》 当时也有20年前 当时张柏芝也刚刚出道 其中有一幕就是这里 其实整个地方 除了有一个很大的座位之外 其实有一个很漂亮的构图 其实它的构图是很特别的 要真的看来 其实它本身的RC构图 不是那么特别 但特别是什么 它中间做了两条很大的king pose 然后就放了一个鱼骨型的天花 这样倒吊零 就是放了它的skylight 放了这个skylight之余 而这个skylight 其实下来 其实也会放了这条桥 整个这个Food Bridge 是靠那个Curtain Wall 那里拿来 是整个很大型的substrain structure 其实在不要说香港 在日本也好 要找到类同的case 都很少 这么大的atron空间 你又要做到很清 很漂亮 很多阳光 那就自然一定是要少enm 少些冷气 但是呢 一个室内的空间 怎样可以没有冷气 如果东京那时需要暖气 那它是哪里出气呢 那自然一定不可以在私领 那是有趣的 原来它在一个balestration 那里噴气出来 其实它用的方式 就不是整个atron 一个大的cooling 它是某种所谓 是当一个sportcooling 那样去做 当然了 在香港是不能建的 因为这条ramp 其实是因为不适合 因为太长 亦都现实地 在东京那边 就是如果你是坐轮椅的话 它是不建议你去 因为虽然它也是1比12 但是呢 因为它条ramp太长 其实如果轮椅 是不能走的 要人推上去才行的 但是就有一个很舒服的空间 如果你有普通人去走 那另一个呢 就是一个更加细型的建筑 虽然是Toyo Ito做的 但是呢 是小到你不敢相信 虽然呢 在很多建筑杂志都会看到 这个就在Yokohama Station 对出一个叫Wind Tower 这张照片呢 其实呢 我很努力去尝试过去拍摄 都拍不到的 因为呢 现场的灯光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水塔 就应该是供水 比在隔壁的车站的厕所 其实呢 其实呢 Toyo Ito就是纯粹 只是做了一个漂亮的 去包了一个水箱 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 很简单的东西 其实它为什么会出到 这个刚才这么漂亮的画面呢 不是假的 不是那种 因为呢 其实在它里面 有不同的灯 就说了 如果在日头的时候 你就看到一个铁丝帽 然后呢 但是在夜晚的时候 它可以做另一个layers 就说要是在外面那里打光 或者在里面那里透光 就是一个水箱外面做了一个frame 然后接着就跨了两个圆形的一个铁丝网上去 只是呢 它就是想了一个灯光点去处理 一个很细微的东西 但是呢 你见到其实是一个很过瘾的东西 好了 那另一个就是London Sue London Sue 这个也是朝圣 因为是读书 这个企乐馆 其实就现在这刻 你见到没有企乐 我告诉你为什么 但这个是在英国建筑界 是相当之出名的 大部分都是这样 因为呢 其实说的是企乐馆 就会在那里走 一路在那里走上去 跟着它会在那里走上去 跟着它会在那里走上去 其实通常很少是 它们在那里走下 通常我自己见过的距离 我会跳的 这样 然后游泳 其实呢 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旅客围着这个边 跟着之后看下去 但是呢 为什么会后期呢 就是它没有这样用呢 因为呢 原来发觉呢 其实是企乐馆 是不适合在这些硬的石屎地那里生活的 它的脚会受伤的 它是要在那些沙地那里走 所以呢 最后呢 这个纯粹只是一个 空置了的建筑物 但是如果你论到建筑的设计来说 是非常成功 因为你一个完全没有阻挡到那里 是去到观看整个奇奥的生活 是非常之过瘾的空间 好了 另一个了 这个呢 可以说是 真是遗憾中的遗憾 OK 就是呢 在St.Berry的supermarket 在伦敦的叫做Greenish Peninsula 它呢 就来 我们经常都见到的O2Arena 就不算近 如果是行路的话 就行半个小时 这样 是相当之环保的一个 超过市场 第一呢 你见到外面 它有个Green Turbine 它另外就一定是 屋顶是会有PV Cell 也有Sky Light 地下有一个是用海水冷却的一个cooling system 所以是相当之环保的 而且呢 它的内里空间是相当之舒服的 因为呢 其实它的阳光其实是not facing 这个地方其实都偏冷的 这样 那我自己那时候在伦敦住的时候 是很喜欢开车去这里去买东西的 因为呢 其他的St.Berry的supermarket 就是普通的一个实室屋顶 上面就有很多风喉 这样 其实就是一个很没有空间 但是这里呢 你可以享受一个空间 因为Sky Light真的很舒服 但是呢 这座楼是为什么现在 我不知道拆了没有 我再一次去的时候 它已经空置了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它是吸太不适合的水 来做cooling system 但是呢 试卫有几次 因为呢 太不适合的水 它是倒灌反满石 有机会倒灌回来呢 那车架市场是要被迫关闭 试过三个几次之后呢 最后呢 他们的决定呢 也是整座车架是搬走的 但是就相当之可惜了 其实就 但是真是一个很过瘾 作为一个benchmarking 一个叫做环保建筑的话 这个值得是写在一个建筑市里面 另外一个是温布顿 温布顿大家都知道 其实是世界著名的一个网球场 它有两个主场馆 其中一个主场做了一个大型的天幕 在这里做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打温布顿的时候 六、七月的时候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在伦敦的时候 经常会下雨 因为下雨之下 就会很影响他们的比赛 为什么不可以全部封闭了呢 因为温布顿一定是要打草地 打真草的 所以一定是能够开放得到 让有阳光通过 让可以养到真草 所以一定是要做一个 叫做rejectable的roof 这样做 于原有的结构 成重已经有限度了 那就要怎样呢 就需要在这个冬日这边 就拆了部分 然后呢 就要加装 然后再加建新的屋顶 再做这个新的skylight 而这个skylight 由于它想去做轻 它 有什么物料呢 就是用什么呢 用PTFE ETFE就是水立方 PTFE就是不透光的 透一点点光 或者O2Avena 就是用PTFE 用轻的物料去做 加个屋顶 加个盖子 好像很简单 但是 在一个叫做建筑设计 和管理上高 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 因为你以为 温布顿这个球场 你猜一年打几次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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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次左右 二十次左右 我可以告诉你 一年他只要做一次比赛 是的 一年就只是这几个场 他那里不是一个场 是有十几二十个场 尤其是这个主场馆 一年只会进行一次比赛 就是温布顿的比赛 平时空置 空置 主要做什么呢 做导赏团 一般情况 只要做一次比赛 只有一个情况之下 进行第二次比赛 就是伦敦奥运 为什么他只做一次比赛 因为他只做一次比赛 因为他只做一次比赛 已经够钱了 所以他这个抗建的时候 他的公期 一定要在那个 下跌不是比赛的时间 来去做 就是说 其实他的时间 一定是不够的 一定超过一年 所以就说 由于温布顿和打温布顿 是这么重要的话 他就要分了四年 在四年的赛季下跌来去做 一年就是去到打妆 一年就是去到打妆兼拆楼 一年就加固 一年就去到做屋顶 一年就加这个Skylight 是分了四个赛季去做 就是这样 加了屋顶 想着很简单 不是 非常麻烦 因为如果你是去山埋的时候 下雨的温度就去到100% 其实就如山埋去 除了这么多人在里面 是会滑倒球手的 不单止是打不到球 甚至乎可能会入法律訴訟 这样 所以就说 他要上下 是要做好一个ventilation 而中间是抽 确保整个空间 是不会滑倒选手的 因为你知道那些选手 全部都是明星 大大大明星 我相信很少人会说 Barket Center 其实我当天原本写这本书 都没有想过要写Barket Center 因为他又不是一些很出名的建筑师 去做 大家看建筑杂志都不会特别去说 以及轮到NBA球队 他也是一对比较低排名的球队 但是我去到那天的时候 目的是什么呢 纯粹是朝圣去看球队 因为既然那晚有空 那便能买票 那便看看 原来这个桌子设计得挺好 真的说是挺有趣的 就是architectural 因为就说 他这里前面是一个主体的桌子 然后他外面有一个桌子 而作为他带下去 其实这个桌子是一个 这个桌子是一块大的桌子 而他带到桌子的时候 其实前面做了一个这样的桌子 让你在外面可以在这里拍摄相片 真的在这里 去到LED这样看着 是挺有震撼力 挺有凝聚力 而他们都知道 大家美国人去做NBA的话 是很商业化的 OK 他不单只会做很多推广 他找到一个以前退役的球星 跟你在这里打卡 真的站着真人跟你拍摄相片 所以那些球迷是挺开心的 老实说 Madison Square 就没有这个空间 就是进去就很快 就是入球场去买票 这里你可以在这里 真的在这里打卡和朝圣 他就一个整个球场 和外形是很连贯的 好了 另一个 我想近年 大家都说了多少 就是VIA57 就在曼哈顿边 就是由Denmark Denmark 这是一个简单的住宅 就是一个普通的 quartart housing 但其实又不是 他原本就是做一个 最基本的 像香港那样做法 就是在一个座场上 有一支 point tower 就这样做 其实他说 不如这样吧 希望每室内室外 即外围和内围都有阳光 然后把它打开一边 为何呢 让阳光可以照射到 在整个quartart里面 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做了一些 是3800个这样去做 然后就变成这样的形状了 这张照片 我可以说是 用一句说 叫不息公本去拍摄 你要看这张照片 你初以为是韩拍 但在纽约 在曼哈顿 大家都知道 经过911之后 你不可以放韩拍 如果你放韩拍的话 警察真的会开枪打你 真的会开枪打你 那怎样拍摄这张照片呢 真的坐直升机去拍摄 真的坐直升机 那给几千元坐直升机 就是拍摄几张照片 一张就是 自由圣章 一张就是 这个是VIA 一张就是 Central Park 另外就加上司拍摄 Empress Day 另外就是 另外几支Tower 但拍不到 整个曼哈顿的Overview 是拍几张照片 用几千元 这张照片只拍了一千元 就是为了这张照片 是不惜公本 所以怎样说做香港写书 是不会赚到钱 直接说是听黑米 就是托赖自己的工作 能够支撑到这个任性的决定 另外看了整个方法 就说 它有趣地 就是整个VIA 它不是直升 它能够斜面的时候 整个方法是很自由的 而且里面的空间 真的相当舒服 好了 说完好些东西 不如说一些比较多些负评的东西 就是北京人民日报大厦 其实这个大厦 无论在中国内还是中国外 都是曾经是劣平如潮的 因为它原本是做什么呢 这座大厦是金色的 起完出来就有做 其实说得好听就像香蕉 说得不好听就像男性生器官 在国内的网民称呼为金枪不倒 就是这样 是金色的 然后连在美国一些 talk show 都曾经有说过这座大厦 其实这张照片 已经算是一个比较客气的动作 因为下一秒钟 这个主持人 就将它放在自己的臀部 然后摇摇 假设是一些行为 在现在做完之后 已经变成白色 就是这样 这张照片是我拍的 在现场已经是这样 因为这个 其实是为何它拍出来 会有这么大的回响呢 就是说 因为我现在站在正面拍摄 这个位置就是那条大街 就是这条大街 所以是这个面 但是整座楼其实是这样的 是一个帆船的效果 而不是金色的 只不过是因为在它这条街 在主街看它 是一个正面 像香蕉的形状 那其实 为何它能够 将一个叫金色转白色 你以为它拆掉它 其实它只是外面上 加了这些白色的条 叫做胶 tube 令到你看到 就像一个白色的面 原本金色那里 它不做 是的 我觉得这个整个case study 其实是挺神来之不的 好了 然后再说一下 香港的建筑 海防博物馆 就是ASD的叫做 这个我觉得 是一个作为建筑的设计 的确是一个最令人回味的 一个很令人回味的设计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海防博物馆 原本是个里圆门炮台 其实这个圆门下面 是它的军营 原本是一个全室外的空间 以前的军人 二战的军人 就是住这间房间 但是 它要把它转化成博物馆 然后再加了一个PTFE的天幕 把里面的确设 变成了里面 现在变成了 Indoor的atrium 遮风挡意 也会有冷气 我知道好像不知天机 还是山族 曾经吹烂过 现在好像是维修了 那你又来到炮台 为什么我觉得它很珍贵呢 第一它能够将建筑物原油的功能 能够活化 但是它又没有破坏到 它那个旧建筑的建筑 但是一样而且 也能够加到建筑师新的味道上去 有自己的touch 这些我觉得它做得 同时满足三位 是一个很高难度的动作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香港本地的建筑师 Hotel Icon 亦都比较少人去说 甚至Rocco自己都少说 我知道这个楼 语为它是一座普通的酒店 尖沙咀 现在大家可能都去过 但其实这一座酒店 其实它是由理工大学 它需要兴建 是一个教学的酒店 但其实它是有三个功能 因为第一个功能 其实它需要是一个 会给旅客可以住到酒店 第二是有教学的学院 第三部分在这里 其实是给其他教职员的宿舍 因为这座地原本是理工大学 教职员的宿舍 将它重建 而变成Hotel Icon 其实整个建筑 你看到其实是几个箱 当然大家都很 这座地原本是一个很漂亮的 老天的泳池和健康 因为这座老天的泳池 是看到无敌的维港 是很棒的 另外这座就是他的健康 在外面都是看到维港 是一个很漂亮的空间 其实它是一个很巧妙的组合 就说在一个地面的时候 你进去酒店大堂 然后你搭升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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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 就去到他的客房那里 然后在一个低位 另外一边在一个后面的时候 你可以搭升升升升去他的学院 而另外一边就是 去到他们的教职员宿舍 其实如果大家做开建筑设计 就知道了 要同时间你要在一个座位 安排三个不同的功能 而三个不同的independent engines 还要不可以cross function的话 是很巧手的 但做得到之外 这个形状又不是老土 而且亦是一个很舒服的泳池和健康 是一个很高手的设计 所以这次的书也特意说到 到最后一个我的分享 就是《长城脚下的公舍》 这里每一间不是宅宅 是一间酒店 你会租不同的房间 大家为何会常说这个呢 因为这个就是电影致名于春娇的取景场地 而这座整间的《长城脚下的公舍》 整间酒店 可以说是一个建筑的博物馆 因为他邀请了十几位不同小国地的建筑师 有我们香港有Rocco Im 也有Gary Zhang 来做不同的设计 同屋就是Antonio 另外Scheduleban 也有去做不同的设计 而他们不同的建筑师是设计不同的建筑元素 然后在伊山而建 大约是一至两公里的空间里面 是去到布置的 其实他不是去卖的长城 因为他附近的长城有一段短的 但都是很残疚 要去到漂亮点的 去到居如关 和水关长城 这里是整个发展商的集团 是很锐意 就是要将新的建筑设计 带回北京 给不同市民去看 而由于他有这么多很珍贵的建筑元素 他们是很欢迎你去参观 去到的时候 跟酒店经理说 我们是来香港的建筑师 你安排哪个房间 他说我安排组屋 这个组屋就是Kengo Kuma 他设计的 很想去看 然后他跟我说 其实我们也想去看看其他不同的房屋 好 没问题 我开车送你去 酒店经理真的放下他的工作 车送你去 他说有哪几间房屋是没有人住的 还没有人在 那我车你去到 开车给你看 真是给你去看 欣赏他们的建筑设计 再说一些 其中他说他另外一间 红屋是有人住着 不过有一间是开派对 他在屋顶这里 就是在做婚宴 他说他问一下他的同事 来看看行不行 行了 没问题 随便看 应该屋主都喝到差不多醉了 因为是一个美国人和北京人的结婚 的婚宴 他们真的没有所谓 走过去 甚至在旁边有位置 去拍两张照片 他都可以 你看到原来 他们是开放到这样 如果在假设这个情况 是类同的建筑项目在香港的话 一定不会让你这样参观 只要看你自己租的房间 就是这里 它是整个的空间 它是一个前厅的空间 你以为是一个好像住宅 但其实是一个common area 是可以让不同的住宅 在那儿看电视 聊聊天 甚至是煮食 和冲杯茶 是可以的地方 这是在这里 然后后面就是个别一个人 不同住客的房间 这是一间独立的房间 中间有个禅室 旁边后面有个前厅 这里一个窗 就是我们自己住的房间 然后他听到我和我伙伴 在这里用广东话沟通 他走过来问 你们是不是香港来的 他说是呀是呀 他又问 那时候是17年的时候 未有社会事件 1718年的时候 未有社会事件 未有疫症 他又问 你们香港人 是不是很不喜欢我们大陆人 我说 不是 又怎样这样说 不是呀 看新闻 看网络 他们经常说 你们是罵我们的大陆旅客 他说 其实我们很不明白 为何我们大陆人来香港消费 推动香港经济 为何你都对我们这麽不礼貌 他真的这样说 为什么我们对我们 怎样狗狗狗 怎样狗狗狗 他真的这样说 他说 不是呀 你有没有觉得我对你很有敌意 不是 我跟他说 其实在这几年里面 多了很多国内旅客来香港消费 是 对的 但是 其实 与此同时 其实就将香港的 铺租 又炒到贵了很多 而另一方面 很多国内的财团来香港 就炒了房地产 连房价也贵了 其实是国内旅客来香港的时候 得益最多的是大财团和大老板 反而我们这些小市民 生活的压力反而是增加了的 其实这也是个管理的问题 你见到有不礼貌的情况 是有的 但是我相信 绝大部分的香港人 都是以礼相待的国内人 再谈讨论 然后我问 你有没有觉得我现在对你很无礼貌 你有没有觉得 好像我们这两个香港人 跟你在网络上 看到香港人是一样的 他说不是 就是了 这就是我所说的 叫做什么呢 好事不出门 坏事就传千里 在外国就会剪掉那段片 因为这位北京人 他从来未曾见过真实的香港人 我可以说 他见到香港人 都是通过网络 或者通过电影 真的香港人 他是第一次见到的 所以对他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看着 在这里 我不是要带引政治议题 我说的是建筑 如果你试想一下 这个我们那晚住的酒店 就是一些最普通的 一些叫做常规的酒店 你一出网络 经过走廊 就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有没有机会 可以是在这个空间 跟这个北京人去聊天 是没有的 为什么跟他们聊天 就因为有这个客厅 就因为是建筑的设计 令到我们可以跟这些人 有个交流 跟这些人是可以去沟通 这个其实是对我来说 很新的看法 就是原来建筑师 除了我们去建一间楼 做一些叫美丽的建筑设计之外 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使命 就是怎样能够 增加人论的关系 因为建筑的设计 是会改变一个人的活动的 我们是有这个使命在这里 好了 来到我的分享 今天是关于我这个十年的建筑旅程 是多少 不过令我自己也有自己的 自己个人的网页 和我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其实YouTube Channel 其实不是在这里推销 不过反而是真的很值得和大家分享 因为在这个YouTube Channel 我会访问很多不同的 本地的建筑师和一些艺术家 有很多不同的影片 特别是过往那一年 访问了很多香港本地的细析楼 他说了他们的设计 所以都希望大家去看看 去支持我们香港本地的建筑设计 今天我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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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